國際最新來看到俄羅斯反對派的領袖 納瓦尼 十七號從德國返回俄羅斯 但才入境就被警方逮捕 俄羅斯聯邦監獄管理局表示 納瓦尼被捕是因為他多次違反了 緩刑規定 納瓦尼跟妻子尤莉雅 在莫斯科的卸列 眉睫握國際機場降落後 搭接駁車前往航廈 準備入境 納瓦尼走進行廈後 大批警力緊緊跟著 一入境馬上就被帶走 他的發言人雅爾米許 證實納瓦尼已經被警方逮捕 警方表示納瓦尼是因為速度違反 二零一四年挪用公款案的緩刑規定 目前他將被拘留 直到法院做出裁決 納瓦尼是從德國柏林啟程 班級原本是在莫斯科 弗努科夫機場降落 卻在最後一刻由官方 以技術理由更改降落地點 根據路透社報導 這顯然是為了阻撓 大批守候的記者與支持者 警方稍早也在弗努科夫機場外 逮捕前來鄉挺的人士 當時他們正集結 呼喊納瓦尼的名字 今年44歲的納瓦尼去年八月遭人下毒 在德國救治 並證實他所中的毒 就是蘇聯時期研發的神經毒劑 納瓦尼在德國時 自稱已經康復 並且無謂被逮捕 執意返回俄羅斯 律師出身反貪腐的他 投入反對運動將近十年 被當局視為眼中釘 也經常被攻擊 眼睛還曾因此動手術 公視新聞黃月齡編譯